今天首先去了Skorm Machine 看看Skills Sky 然後去 Whistler 看看Ski Lounge的七房豪渣 然後去收樓 然後回來 上去Whistler 99這條路 剛剛過了Horshue Bay 又是聽歌時間 可以大聲一點 今天超級好天 No Complaint 有大雨 但不要選擇 星期日上去才有時間 今天剛剛好 做了一個成交 做了一個交樓inspection 幾個 星期五 星期六做 唯有今天是有少少時間 晚上還要有meeting 出回溫哥華 今天早上去Whistler 晚上先做在溫哥華的事 今天來到第一站的 Skills Sky 這個 Sea to Sky 的樓盤 就是現在主打三房四房的 Townhouse 後面就是它的 Discovery Center 我們稍後進去 就約了它和我一起 go through 他們的 Show Home 價錢 Fall Plan 我們今天就會留在 Scrummage 那裏 很短時間 因為我們會繼續去 Whistler 收樓 OK 跟著我來了 I mean it's 134 homes these are all 2 bedrooms 2 bedrooms 2 bedrooms there's 6 homes in here where there are 4 bedrooms then these homes along in the park we're gonna build them first and run and sell them so they're like 2 years away well I would say maybe mid-9s OK so the two main selling features for Scrumm Sky is the amenities building so it's a 20,000 square foot with amenities for the homeowners it's exclusive there'll be a pool, a hot tub it's all these renderings here so there's the municipal court, fitness center there's different flex spaces for different programming so they're all available for booking to use, right? yeah OK yeah and part of a master plan and for the home owners only yeah and then the bridge that was created by Transport Canada in the fall last year and so essentially that is Destin Bridge only and next is downtown so that's the existing downtown area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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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is is Bosa so it's first-time 兩房三房就賣光了 現在還有第二期出 因為很搶手 它說會出適售 會做六個Townhouse出來 那些是四房Townhouse 還有一些就是 稍後我會放在鏡頭上 它就會有第四期 第五期之類的 它就會向著Park 那些是四房以上的Townhouse 應該都去到差不多一百萬 它就九十多萬左右 看看市房是怎樣 看到它剛才的模特兒 它會有一條河在 那個河其實現在我們是 在Discovery Center 現在一期就在那邊 二期 三期 現在在賣三期 三期是兩房的 它那個價錢都是 是貼近七十多萬左右 我會稍後放一個價單 在鏡頭上看 我們看看附近環境 還有那個Show Room 它有些什麼項目在這裏 那也是 它在Squamage 在Lislau 主打都是戶外 outdoor 剛才我們後面 已經有整個backdrop 都是一個那些山 Squamage很著名 就是那些河樓 行山徑 還有那個我們很知名的 Squamage的Gondola Gondola上到去 那個風景又很漂亮 有個吊結在上面 很多人可以上去行山 在那邊 它這個發展 整個Sea to Sky 項目就是一個規劃性 它就說 有所有的community center 石中小學 然後就有兩個公里的 那些回跑徑 五十三公頃的Waterfront 那這裏就買回來 就不需要給那個 海外買家稅 不需要給空置稅 亦都不需要給那個 Speculation Tax 所以其實這裏是很搶手的 很多人現在那個第三期 那個譬如四房單位 它已經可以排到成 一人二百個人在那裡 在那裡 那我們繼續看那個Show Room 那些房屋 它那個建築規格 它就是現在 譬如現在說的那個C1 和那個C1M 那個規格的規格 最終開織就是三層式 第一層就是一個單車庫 前頭那個Driver 可以多加一輛車 那有兩房設計 那這個是一千一百九十九尺 那兩房 即是說兩房加一個Flex 那個Flex 就是沒有衣櫃的 那它沒有衣櫃 就可以當作書房 就是一個雜物房 其實是很小的 那它有兩個半的洗手間 剛才說的那兩房 一千一百尺的價錢 就是七十八萬左右 那他們很聰明 因為知道那個Market Hot 那它就越來越 一路一路後來 一路一路加價 那它說應該如果繼續這樣去的話 就去到一個多兩個月後 就去到七十九 八十萬都不頂的 那那個管理費 那就是那個管理費 就由十九到二十三先 那它暫時還未定到 那它有 就是剛才說的 它有Cup House 有那些設置 基本設置都會有的 那這樣就很簡單 就過了City Sky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興趣的話 想在這找個Vacation Home 找個盤 找個房子的話 打電話找我 我是溫哥華地產經紀Danny Ching 那這個環節 最尾聲又是說了一句 那不要忘記 按個Like Subscribe 還有按那個 Notification的鐘仔 那有什麼新片 就第一時間通知你 那這樣 現在也要講到這麼多 拜拜 好了 我們剛剛看完City Sky 做了一個快點的review 那最主要 我就去那裏幫客人 拿資料 只要看附近的東西 跟Tam說了一大論 他說分開這個九年計劃 這個Bosa九年計劃 會建九百多間屋子 暫時去到第三期 在賣那些兩房 1199呎那些 就75萬左右 他說一邊賣一邊就會升價 就升到去80 他就這樣說 當然有市有價 就是有市才有價 當然 我們現在繼續上去Whisler 那邊賣一邊賣一邊吹到去 它就有價錢 那邊賣一邊賣一邊的 車速是40公里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特別節目 就去到Whistler那裏看看一間4.8M7房6次的屋 這間屋是非常之靚的 是全新裝修的1991年的屋 去年全新裝修過村 入筷子,7房6次 開格是4.8M 裏面有3,600呎 地是8,000多呎 重點就是它的PATIO 和它的WILL 字幕提供